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的手熟练的在工作台上快速移动 接着在吸睛的甩面皮秀特技登场 我在擀的时候会撒粉上去 然后甩它的目的是 一般会让它越甩越大 它就是想要把多余的粉给甩掉这样子 厚度一定要均匀 上下左右千万不能厚此薄饼 如果你擀得均匀的话 甩起来它就会很顺的去旋转 一大片的饼皮用料很大方 起司 虾仁 洋葱将饼皮完全覆盖 披萨师傅 32岁的吴正翰 原本担任的是制成工程师的工作 五年前因为不想再过着天天加班的生活 于是他打造行动披萨摇烤车 开始在云林街头出没 我后来想要自己创业 就认真的去找资料 把它收集得齐全一点 需要用什么东西去做 还有什么这些尺寸 然后再加上我要放在这个车子上面 又要再有一番的一些设计这样子 没有餐饮经验 卖披萨是因为吴正翰自己对美食 有着难以抹灭的热情 当然节省成本也是重要考量 开一间店面的话 其实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如果当初你选的地点不好 其实你的店面已经投资下去了 你又不可能办位置 你用车子的话 可以这边生意不太好 去找 就是我们去找客人的 不是客人来找我们 为了使披萨烤出来的味道更棒 吴正翰选择火香味浓厚的 龙眼和立枝树 不能用太特殊味道的木头 其实当它温度够的时候 其实它的烟是清的 就比较没有那么黑烟这样子 人称阿翰的吴正翰 因为姐夫的一句话 让他开始积极造谣 在车上盖大窑 我不是做一个炉子就成功 我之前有做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没有认真做 因为那时候做好玩的 没有学理背景 所有的资料几乎都是网路搜寻 加上自己的想法 画简单的草图 就是凭自己的一些 稍微收集的资讯去做了一个考路 其实那时候没有很好 考起来披萨不会熟啊 甚至连温度控制 都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 用手没有摸啦 你去感觉它的温度嘛 传统的方式它们在数秒数 大概三秒就 三秒受不了的就是好了 耐热砖最高温可达设施 1600度 中心炉火也有550度的热度 它的火是往上的 其实这就是会形成一个上火 然后它的底层其实这个砖它会吸热 它吸热它也会放热 这就是下火 一般的烤箱其实都是在模拟这种传统的烤炉 有所谓的上火跟下火 工具是自己画设计图 大小功用各有巧妙 小的是放木头 中间这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这个是在转披萨用的 然后最旁边那个是大的 还没有烤的面皮是软的 所以我一定要那个尺寸要做的比面皮还大 大姐夫的一个想法让行动披萨车诞生 至于街头做生意 阿翰有二姐夫的弟弟Chris来帮忙 你是意大利人吗 法国人 法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请大家来到Dolio 在洛杉洋公园吃我们的披萨 下午两点钟 披萨车准时营业 一个擀面皮一个配料 只要八分钟 热腾腾的披萨新鲜出炉 我是马赛人 然后原本我也想在法国 我也希望我可以开一个披萨车 可是阿翰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坐在台湾 五年前 想在街头卖披萨的想法刚萌芽 也有做过披萨的法国人Chris来帮忙 但当时真的没有人看好这门生意 他就不是正常的人 就不知道他可以做多久这样 五年下来 行动披萨车在云林 累积了不少子中粉丝 而且几乎都是大学生 觉得蛮好奇 去停下来看一下 然后去看那老板那边甩 觉得很酷 马银手味道也是 下下可以称托那培根的口感这样 从好奇到主顾 主顾成了好朋友 有人从开张就不断捧场 跟他买披萨买多久 我买披萨我现在都大六了 我每年都买了 他们就是很快就买完了 对 然后每次都吃不到 阿翰对自己生长的云林 有着不便的爱可热情 披萨的名称也和云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为什么叫他离物是因为 我们选用的拿个马铃薯是来自于斗南这个地方 然后斗南的旧地名叫做他离物 对 所以我希望是尽量使用我们在地的一些 有特色的东西 欢迎光临 五年前放弃工程师令人称见的工作 阿翰从行动披萨车到法国餐厅 每一个阶段都是按照自己的计划 逐步圆梦 黄色建筑的外观 感觉像是来到距离台湾千里远的 法国乡村小镇 我自己很爱吃东西 爱吃好吃的东西 所以对食物有一些基本的 一些了解 一个美食门外汉 到披萨餐车老板 甚至法式料理店经营者 吴震翰对云林人还有更深的期待 有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有时候你在云林开得起来吗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子 对于云林人有这样子的评价 我并越来越喜欢 所以我有时候开这个餐厅 变得有点在 够一口气 堵一口气这样 我觉得我就是开得起来 然后外面是放面粉还是放盐 没有放面粉 主厨是法国师傅 阿汉负责扮演挑剔的嘴 想做出来的风味和格调 绝对不是台湾口味的法国菜 我不想要做台式的法国菜 因为其实料理一定会变 我认同 因为其实料理本来是火的 free的东西 它一定会变 只是我们不要变得太夸张 回想当初 想要放弃眼前一切的决定 确实需要勇气 因为阿汉身边有太多关爱的眼神 瞬间都成了无形的压力 特别是我们在所谓这种乡下地方 其实有些叔叔伯伯啊 一些阿伯啊那种 其实他们看你每天都没事做 会有一种压力 因为他们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回答不出来说你在做什么 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说 我要卖披萨 我要在车上卖披萨 没有人相信 因为没有人看过 可以在车上卖披萨 餐厅是自己设计 也是阿汉多国旅行的足迹 他喜欢当背包客 也因此而体认外国文化 将行动披萨概念带进台湾 我很爱自己跟旅行 一个人旅行可以去想很多事情 可以去思考 有时候甚至我会刻意让自己迷路 勇敢去实践梦想 也一步一步逐梦踏实 谈到未来的蓝图 吴正汉说还是得回归 当初启发他灵感的披萨美食 我们的披萨车 跟云林是画上等号的 大家想到了云林会想到披萨车 想到了披萨车会想到云林 我想要有这种感觉 我有可能会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不管我往哪边去 我一定要告诉人家 我从这边来 包括我的披萨也是一样 包括我的餐厅也是一样 我一出门 我会让他说我是云林人 吴旺粉也爱自己的故乡 阿汉说不论走到哪里 他都要告诉大家 自己的家就在中台湾的云林 我收到哪里 我就要